遇見建築藝術品味生活文化 聽見建築之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见建築之美节目 我是Fiona 东海建築系的教授 陈格里程教授 他很详细地跟我们说了 这个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是融合了不同宗教的建築风格 那这里曾经是这个教堂 也曾经变成清真寺 后来又变成博物馆 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建築界的典范 而今天在我们画旅行这个部分 马上就来讲一讲 来到这边要怎么玩 然后还有哪些景点可以 也顺道去玩一玩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位旅游达人 是晴天旅行社的总经理David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首先要问是 这个土耳其算不算也是一个热门景点 有没有很多人都去那边 绝对 我想土耳其 尤其今年 今年那个土耳其航空 在3月31号的时候 它直飞台北 因为台北这边来讲的话 一般都是国籍的航空公司 或者说东南亚东北亚的航空公司 在做这个经营 但是什么 它是寄那个阿球航空之后 就是飞杜拜的 然后它是第二家 我指的就是说这个中东系列的航空公司 而且土耳其很棒 土耳其从台北直飞伊斯坦堡 其实你就已经到什么 整个欧洲的门口了 这很重要 因为伊斯坦堡就正好在于什么 就土耳其的这个手术 直飞了吗 直飞了 中间不顶了 哦好棒哦 直接从台北哦 上了飞机 下飞机的时候 真的大概8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飞行 那也不会很远啊 就直接 以前我们要去伊斯坦堡 或是要去这个地方 我们都要到香港转机 对对对 台北香港 或是这个 加上去就很累了 然后转机的时间 那你要转两三次才会到 但是现在什么 直接飞 所以说今年的一个 我指的就是说 欧洲或是土耳其的这些行程 都变得非常热门 那中东的那个航空啊 就是坐起来有什么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很多人会说 如果说两家航空公司在坐冰箱 对也就是说 阿球航空就是什么 杜拜啦 对对对对 哇那个什么 那个我指的就是说 他们那个豪华的飞机 还有最近那个A380 双层的最大的那种 A380都已经直飞台北了 所以说 现在中东的这些航空公司 它的机队年龄 飞机的这个年龄 其实都是什么最新的 那当然有时候有些人说 诶 土耳其枪空我在十几年前我听过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什么 它这几年真的都往 进步了 对 都往这个 我所谓中东系列的这些 新航空公司来靠拢 它的全新的机队啊 最新的飞机这些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整个这个 因为航空公司的直飞 土耳其的旅游相对 非常的 上面的空姐漂亮吗 嗯 我觉得当然啦 这是每个人审美观啦 但是我相信什么 它们的气质 它们的那种不同的元素 然后它们吃的东西 神秘感 对 然后它们所服务的一些部分 我想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看 好的 好那我们呢 就是来回到这个 圣索菲亚大教堂 也是在这个伊斯坦堡呢 你必要去看的一个景点 那里面可以观看的部分有很多 我们也请David来 为我们一一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教堂我觉得是一个 真的是这个震撼的一个建筑物 我都把它讲成像是什么 你要想把它 想就是说它在这个 西元300多年的时候开始新建 盖了神秘是什么 360年完工了之后 它是当时世界上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建筑物 那包括什么 那个包括就是说它上面最大的这个圆顶 我都把它讲成就是说在当时这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小巨蛋 大巨蛋一样 它的内部来讲的话 我们一再想就是说 教堂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屋顶的这个部分 屋顶它的材质其实是什么 也是这个我所谓的这个泥 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岩石啊 还有包括什么 这个当时的这个泥巴 它这一部分把它什么 把它建构而成 所以说施工非常的困难 那当然 那个一般我们在想说 很多欧洲的这个建筑物里面 它用那个柱子这些部分来做支撑 它里面没有耶 没有 没有柱子 所以我就说它真的就像是 小巨蛋一样 它是这个设计师 这些设计师它是用什么 用这些屋子旁边的这些结构 然后把这个圆顶支撑起来 然后从上面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把它怎么扩大下来 越到下面空间越大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就是说 非常让人家震撼的一个部分 每一次我们进去这个 圣索贝亚教堂 那个博物馆啦 那就那个客人都是 非常压抑 就是觉得好震撼 然后这个顶上好像 好高 好雄伟喔 没错 那当然来讲的话 其实看的不只是这个建筑物而已 而是什么 而是整个教堂的这个历史 因为最初这个博物馆的历史 我者就最早它是从什么 现在是不能讲教堂了是不是 也可以啦 我者就是说它最早从这个 我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啊 这些部分的一个教堂开始 拜占庭风格的一个教堂 然后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东正教进来 然后一直到什么 东罗马帝国被 在1453年的时候 被这个俄团曼土耳其 那个灭掉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这个 这个原本的教堂 变成了什么 清真寺 所以说这个历史的这个痕迹 其实在什么 在这一千 我相信啦 将近一千八百年 这个部分 它都留 遗留在什么 这个教堂里面 它也算是打破这个宗教的界限 但是里面有很多都是跟宗教有关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教堂的最底层 这个考古学家在里面挖 做挖掘 光这个教堂就可以做挖掘 或者说这个 做这个探勘 这些部分 最底面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以前那个拜占庭 所留下的那些静美的马赛克 然后后来呢 这个清真 那个我所谓的伊斯兰教进来了之后呢 阿托曼土耳其进来之后呢 他讲说 哇这个是什么 这是异教的东西 所以他用那些泥巴灰炭 把它什么 就把它涂掉 涂掉 把它涂掉 然后画上什么 伊斯兰的那些 我所谓的书法 是 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够做 宗教从 那个偶像崇拜 龙非凤舞的那些字 没错 就是那个 阿拉伯的那些书法 或者这些 或者他们的图腾 或者这些几何图形 然后就把它覆盖在第二层 然后后来就不停的 那考古学家就 然后当然了 第二层也 也经过好几年 失修了之后 然后又覆盖上 其他的这些 图这个颜色啊 或是湿壁画啊 这些部分 所以说经过一层一层的 这个累积 那这些考古学家就会什么 就在这个里面 把一层一层的那个历史 拨开来给大家看 我会认为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教堂里面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什么 这1800年来 我所谓的人类的这些 变化 这些东西 它这个好像还要 可以走到二楼是不是 可以可以 它二楼有一些广场啦 没有 有一些平台 所以说你从二楼 你也可以俯瞰整个 我所谓的这个室内的这些空间 那当然它现在是以 博物馆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 所以说它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 或者就是那种导游的这种行程 有一些导游 专门带你去看这些东西 那甚至有什么 你说当地也有一些导游 会就是说在 那个博物馆里面 会有一些这种导游 或是在门口 都很多人在招来 说我这个英文导游 我可以带你进去 赚一些小费啊这部分 那当然我还建议哦 甚至什么 甚至如果说你有时间 这个博物馆绝对可以 花你半天一天的一个时间 慢慢去看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 还有一些宝物室书画的 这些收藏啊这些部分 那甚至我还建议就是说 你还甚至可以带望远镜哦 你要想的是什么 望远镜要怎么看 你要走到那个 因为什么 一般望远镜在户外赏鸟 什么的对不对 但是什么 你要知道那个 那个穹顶太高了 那上面的那些石壁画 那些马赛克太什么 太远了 所以我都建议就是说 当然啦现在数位相机很方便 你也可以拍得到 对可以伸缩镜头 放大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观察 你甚至什么 戴着那个望远镜进去 都可以看 仔细看它的那些 马赛克还有壁画之类的 我觉得那是非常值得的 好那非常值得 好那像是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它的周边哦 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对照的 一些像清真寺什么的 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因为整个圣索菲亚它的这个博物馆 它其实就在什么 整个伊斯坦堡的市中心 对对对 所有的景点呢 在徒步范围里面都可以走到 哦 你过一个广场 旁边是什么 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有什么特别的呢 蓝色清真寺其实说实在的 它有点灰啦 不是像真的我们所谓的蓝 但是什么 当你进入到 它的那个建筑外观 其实就一个 第一个特别是什么 也就是说 它有六根的这个叫拜楼 哦 清真寺它一定有一个那个 高高的柱子 然后它在上面呢 在每一天 然后那个伊斯兰的这些 伊斯兰的这些教徒 他们必须要做 做礼拜的时候 或是做祷告的时候 那个地方要广播 哦 那世界上除了什么 除了那个 那个伊斯兰的这个圣地 麦加 嗯 它的那边的清真寺 有七根叫拜楼之外 哦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 伊斯坦堡的这个蓝色清真寺 它有六根 你说那个叫拜楼 是那个尖尖那个吗 尖尖的那个塔 哦 就是清真寺旁边 尖尖的塔 哦 那那个以麦加来讲的话 它是整个这个圣地啦 或者就是说 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圣地 哦 那当时它有七根 嗯 但是什么 这个蓝色清真寺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地位 哦 然后它什么 它就不能超过它 所以说它有六根 的这个清真寺 哦 那进来 进去到那个蓝色清真寺之后 其实也蛮大的 很大 哦 也就是说 它整个这个穹顶啊 还有包括 它进去里面 祷告的这个这个地方 哦 男生有男生的区 女生有女生的区 是 哦 那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面向卖家 哦 然后可以容纳 这个几万人 在这个地方 来做一些祷告啊 这些部分 哦 那当然 整个清真寺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元素 嗯 建筑的这些元素 就是以这些伊斯兰为主 嗯 比较伊斯兰的味道 比较伊斯兰的味道 那当然 看完蓝色清真寺之后 它旁边还有一个 什么地下宫殿 哦 或者就是说 这个罗马时期 它说 因为之前的这个土耳其 这个伊斯兰堡这个地方 哦 嗯 那它最早被开发的 也就是这些土耳其 哦 的这个城市 嗯 那那些土耳其人 也在这个 这个地 不好意思 罗马啦 嗯 罗马的这个城市 那这些罗马人也在什么 也在这个地方 建了很多 我所谓的这个设施 哦 那这个地下弓箭 就是当时罗马人 所遗留下来的 哦 一个 我所谓 那后来 后来的人 就把它弄成像是一个 蓄水池一样 哦 所以说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水上面的倒影 嗯 然后里面有一块石头 很特别 它就是美都撒的一个雕刻 哦 美都撒 就是美都撒 就是蛇魔女 蛇魔女 蛇魔女 对对对对 好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景点啦 我者就是说这个 很很特别的 也就是说 从蓝色青天市 在隔壁过去 你还可以到一个 我者就是说一个 博物馆 哦 在博物馆来讲的话 我们称它叫做这个 托卡比 托卡比的这个 宫殿 皇宫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中 这个以前的这个 俄图曼土耳其的这个 国王他所遗留下来的一个宫殿 哦 这个宫殿我相信是 呃 你可以看到 我者就是说 当时这一些 土耳其人的这个 辉煌的这个历史 是 因为毕竟什么 毕竟他们在 15世纪的时候 占领了土耳其 嗯 他们的那个 当时的整个势力范围 然后也就是说 整个从地中海 周围的这个区块 从巴尔干半岛 到这个小亚西亚 到这个 呃 我者就是说 以色列约旦 到埃及 到北非 到那个 到那个葡萄牙 西班牙 都是这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领土 听说进去要戴太阳眼镜 是不是 哦 对 因为他里面有一起 很多的皇宫啦 很多的宝物室 很多的这个 我者就是说 他参观真的会让人家 目瞪口呆 就是说 以前这个皇帝 他其实在比 这个当时的这个苏丹王 有够奢华 有够奢华 然后他们 光一个厨房 哇 要煮给多少人吃 然后那个锅子 那些东西有多大 然后多少 然后他们的军械武器 在那边陈列 然后有一些宝物室 我都跟大家讲说 哇 你这个一定要带个太阳进去 要不然你会被里面的珠宝散到 对对对 哦 这样子 好 去这个土耳其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伊斯坦堡这边呢 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是不是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土耳其范围很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土耳其中部的 这个卡巴多奇亚 对对对 卡巴多奇亚来讲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 它是一个这个 真的是这个土耳其 最值得去 那你至少要留一点时间 在那个地方 那必访的一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什么 骑行怪岩 对对 那个骑石怪岩 那很多的这个 这些 因为什么 那个地方是一个冲击的高原 那些河呢 把什么 把那个地层呢 做了这个青石切割了之后 留下来这些柱状的这些怪石头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就是说 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有特色的 这些地理景观 对对对 然后再过来 在以前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之前这个地方 有那个不同宗教的这些人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们什么 为了要躲避这些所谓的 异教徒的这个残害 他们在这些石头里面 挖了一个一个洞穴 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 你到了卡巴多奇亚 你会发现 你好像到了一个 蓝色小精灵的那种 幻想的一个国度 结果什么 奇岩怪石 对 以前的那些人呢 还什么 还住宿在那些洞里面 来生活 甚至什么 甚至那些人呢 在那些洞里面 挖了很多的这些教堂 还有包括他们 集会的一些地方 这些地区 来躲避 外面那些异教徒的攻击 听说这边热气球 也是非常有名的 真的很棒 对 我只得就是说它应该 我自己在我心目中 它会是一个全世界 我只得就是说 最棒的一个热气球的 一个飞行的地方 因为可以看到 那个地形 因为我们的观光团 旅游团 或者我们自助旅行的人 我们到的那个地方 我们看的是平面的东西 但是当今天你付一点 我只得当然啦 付一个这个热气球的这个票 我只得就是说 这个达成一个行程 那你从什么 从空中看这些奇言怪识 又是不同的那个感觉 然后再欣赏 Kabatokia的日出啊 这部分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 很棒的体验 夕阳也应该不错 日出夕阳 很多这个 我只得就是土耳其 它的那个重要 这些旅游杂志 旅游的这些书籍报道 觉得这个Kabatokia 都占了非常大的便宜 好像也有一些新人 是在这个热气球的时候 求婚啊或干嘛的 对对对 超浪漫的 好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 就是说 去土耳其大概什么时候 去比较好 那事情要做一些什么 准备他们都吃些什么 然后我们大概要准备 多少这个Coco这样 OK 其实以土耳其来讲的话 应该是应该是在什么 四五六这几个月份 然后九十十一 然后这几个月份 来做旅游会比较适合 那当然七八月来讲的话 会有点太热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是 那个十一月以后呢 生日土耳其 你不要想说 它是一个荒芜之地 不是哦 它还会下雪哦 有些地方 就太冷 对有时候会太冷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那个旅游的天数啊 这部分既然现在台北 这边都直飞了 所以说什么 十一天 我想有短天数的行程都有 有一些这个八九天的也有 然后到十几天的都有 所以看你要自住或者是跟团 都可以自己去安排 就是你要去拿几个点 没错 那当然土耳其的消费来讲 就没有像欧洲那么贵 所以说在土耳其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要有便宜的行程 还是说有那个就是全包式的这些行程 那这些部分都可以做选择 所以说相对来讲 它没有像那种欧洲一天一万块的这种等级 甚至在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购物啊 什么都有在卖土耳其的行程 很便宜 但是当然啦 这中间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消费啊 shopping啊 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还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啦 然后看自己的这个预算 或者是说 自己预计要去多久 那最主要还有一个至少的天数吧 没错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以直飞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概九天 你可以万万真正的绕这个土耳其精华的这个区块 这是适合的 那太短的真的 我觉得土耳其看的话太可惜了 因为毕竟土耳其绝对是一个这个 旅游志愿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 OK 好哇 今天真的跟这个 Devitt又聊到了这个土耳其 我真的心都飞出去了 也好想去那边做做什么热气球 然后当然是一定要看这个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是必游的一个景点 那非常谢谢我们晴天旅行社的Devitt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也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听见建筑之美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听见建筑 品味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